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pworld。 北京时间7月13日,根据ESPN报道,爵士愿意听取球队后卫,米契尔的一切报价。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,把哥贝尔,被交易到森林郎后,爵士不再直接拒绝任何关于米契尔的交易,寻求来电,但球队,对于米契尔的要价非常高。 NBA高管们,都相信,米契尔,将会在某个时间段,被交易。 新资专家Bobby Marks随后报道,米契尔与爵士的合同,还剩4年,年薪分别为,3040万美元,3260万美元,3480万美元,和3710万美元,最后一年,2025-26赛季,含球员选项。 根据NBA指定新秀条款,勇士和蓝王,无法交易,得到米契尔。 因为一支球队,无法拥有两倍,在新秀身份期间,获得五年顶薪,提前聚约合同的球员,勇士维金斯,蓝王本西蒙斯,真是商业联盟实锤了。 本来交易走哥贝尔,大伙都以为,爵士要留下米契尔,作为舰队核心,就连各大媒体都报道,爵士没有交易米契尔的打算,将围绕后者,进行重建。 但仔细想想,也没啥好惊讶的,毕竟,这个修赛期,关于李契尔的交易留言,实在太多了。 米契尔上货架后,爵士任意球员,都可以被交易。 为何突然交易球队核心? 根据ESPN记者Tin Magnaval的报道,有传闻,是因为,爵士CEO,丹尼安。